上集說到 烈火奶奶不知道為什麼 斥起條巾說要參加什麼金草莓 她用一直都很討厭的燕姐做女主角 因為不想給錢請演員 她自己做了男主角 無機了 全世界準備 精神一點 開始 你不要這樣了 你三天五埋兩鏡了 受傷好悶啊 不是啊 這次真的 你看看有血的 你最喜歡那些 行了行了行了 你前幾集才說次選手 我不會讓你做了 叫醫生來 醫生 在這裡 在這裡 劇本沒有這邊對白的 直接來過 Action 我 我 我這次給你機會 你盡情說 你說 我 我想問一下醫生 我可不可以做微創手術 我怕有巴不靈 相對於傳統手術的大傷口 微創手術的傷口 明顯大大減低 巴痕也會小很多 微創手術其實是 現在全球外科手術發展的新主流 也都已經被廣泛應用在各種不同的大手術入面 微創手術的本質 其實跟我們傳統手術的本質 其實分別是不大的 你們想怎樣啊 每次都不理我 傳統手術的切口一般都有10cm以上 部分手術還需要長達20cm 傷口大就代表破壞性大 失血量也會較多 手術後的痛楚也會較高 傷口癒合時間當然就會更長 所以現在微創手術大行其道 因為有很多優點 例如可以減少傷口的痛楚和出血 傷口又會較為美觀 又可以減低手術創傷的感染機會 還可以降低手術對免疫系統的傷害 加速復原和縮短住院的時間 所以微創手術都是很受歡迎的 喂 阿雞的動畫都拍完了 我長期都還沒拍完 你都用信用卡或者電子支付的 沒問題 你玩夠了嗎 那劇本寫你要暈倒的 阿雞姐 教育大眾外風的知識才是重要的 不要理他 醫生 咦? 怎麼知道拿著刀的 沒辦法 劇情需要 我打算做微創的 我中了子彈 不過子彈來說 應該沒得微創的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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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暈倒 我暈倒 這樣才是 GOOD TAKE CUT 醒醒了 突然間真的暈倒了 這個不是劇本內容 我不懂回答 那怎麼辦 其他事情還沒拍過 直接跳下一場 我是導演 我說跳才跳 那你整集什麼都沒拍過 你繼續和我暈倒 唉 嚇死我了 如果大家對大腸鏡 或者為鏡有任何疑問 都可以留言問一下他們 謝謝